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那种牛仔布置的 面料比较厚实 旁边有两个兜 也是设计的裙裤 所以不用担心走光 整体版型还是比较好的 衣服是很厚实的棉质 它的肩宽没有非常落尖 然后袖子的形状很好 有种像两边洒开的感觉 所以还比较显瘦 前面的印花是那种复古漫画 背后又有一些蚊子的印花 所以整体穿上的感觉 特别像那种美式辣妹 非常青春活力 还有点校园感 这件衣服我很喜欢它的是 背后的这个发泡印花 首先它这个发泡工艺做得非常好 还有就是这个字 我也很喜欢 Think outside the box 然后它这种冰丝工艺的 就不容易祈求 而且是棉质的 所以整个就非常舒服 像这个我放进洗衣机里面洗了 发现它领口也不会变形 然后像这种款式的话 我觉得也是男女接渴的 所以比较通用 这个裤子是老嘉宾 就不多介绍了 衣服还可以这样子 我还扭一扭扎上去穿 一般我跳舞会这个样子 既可以凸显腰身 也不会很热 所以也可以做到一一两穿 这套T恤也用了上一套T恤 换了一个背带裙 这个颜色 大家细品试入 真的非常好看 是那种很正的baby blue 然后它前面有一个爱心的印花 整个肩带都是可以调节长度的 然后配了一个铜色系的亚发 让整个看起来比较首尾呼应的感觉 我觉得像背带裙或者背带裤 还有亚发都是非常减零的元素 所以搭配在一起 整个就是有一种元气妹妹的感觉 这一套就是很正的辣妹缝 以蝴蝶和黑白元素为主 里面这个小吊带 它是夜光的那个蝴蝶花纹 然后侧面有一个拉链 整体是比较修身紧身的那种 外面这个西装外套真的超级显瘦 它是有垫肩的 所以会有一种直脚肩的视觉效果 然后这个裤子也是很显瘦 整个一套下来就是腰又细腿又长的感觉 还是直脚肩 我当时还穿去墨干山玩了 也非常上镜 看到一个这种蝴蝶choker 就有一种裤中带甜的感觉 由于白天在实习 所以没有化很浓的妆 眼妆几乎没有化 像这种一套 配一个浓一点的妆 会更好看一点哈 这一套持续辣妹 只不过有一种甜辣的感觉 这个裙子是一个粉色碎花 整体是比较偏眉红的 里面这个吊带裙的吊带 是可以自己调节长短的 你也可以把蝴蝶结析在肩头 我是把它系到前面 这样子比较好看一点 外面搭配了一个黑色外套 为了遮一下手臂上的肉 当然如果你觉得比较热也可以单穿 这个耳环是一个眉红色的毛质感淘心 这个质感还蛮特别的秋冬也可以戴 而且整体是比较夸张的 和下面这个衣服还蛮搭的 裙子的面料是雪纺的 整个版型是比较包臀的 没有非常的A字 所以对于腰细胯宽的姐妹非常友好 侧面的话会有点显小肚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吸气吸气再吸气 这个裙子是没有弹性的 胸那里做的比较小 所以还蛮适合那种平胸或者小胸姐妹的 这一套就是度假风满满 特别适合去海边或者旅游穿这个拍照 我之前穿去大西北那边拍真的太出片了 整个一家绿军非常像油画里走出来的少女 而且又是长款的鱼尾裙设计 所以整个特别像是油画里面的美人鱼 特别显腰身 这个吊带是小飞袖的设计 也可以把它拉成衣子间 然后花纹的话其实是米白色配蓝色 不是纯白 所以说更有那种油画感 腰的地方我觉得设计非常好 可以完全贴合腰线 背后有松紧 这样子也不担心胸围会小 腿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高开叉 所以整体还有点小性感 由于它整个设计都是比较修长型的 所以我觉得小个子还蛮友好的 没有非常的压身高 这种长裙配侧面边发 或者是加上去都很好看 很知性优雅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 记得一键三连 还要关注我哟 拜拜